在中國大陸 人們會因為傳遞法輪功的真相 遭到中共當局的殘酷迫害 而在海外 法輪功學員可以自由地坐上街頭 展示真、善、忍的美好 2月21號 紐約法輪功學員和往年一樣 參加了法拉盛的中國新年大遊行 廣受好評 紐約當地時間2月21號上午 中國新年的大年初三 紐約法拉盛社區新年遊行隆重開始 當地眾多的法輪功學員參加了這一華人社區的年度盛世 成為遊行隊伍中最受矚目的群體 因為中共的非法鎮壓 法輪功的資訊在中國大陸被極力掩蓋 然而在海外 人們都可以自由地了解真相 法輪大法的修煉者中有很多主流社會精英 共同的正信讓這些不同膚色的人走到一起 在中國新年代表了雲的舞蹈 我們代表法輪大法 現在我們參加這個社區 有很多不同社區 不同主義 不同的信仰的人在一起 但是你要講真善忍的話 這個大家都會認同的 所以我們應該把這個真善忍讓全世界人都知道 法輪大法的遊行隊伍已經是連續多年參加法拉盛的社區遊行 今年他們有六個方陣 那麼打頭陣的法輪大法天國樂團特別受歡迎 此外 法輪功學員的仙女隊 妖鼓隊都是新年遊行中的一個個亮編 我認為這是一個大陣的世界 我代表大法地自然 參加這個就是感覺得無比的幸運 法輪大法它是一種信仰真善忍 所以我們打的時候 我們覺得我們每個鼓聲裡頭都有那個真善忍的含義在裡面 法拉盛主街兩旁擠滿人潮 看到法輪大法的遊行隊伍他們都說好 我覺得法輪功力不好 首先服裝起 人員搭配也起 感覺前後走得特別有秩序 記者剛才走這一路 聽到有的民眾說 今天的遊行法輪功的人數是最多的 有的說法輪功的隊伍是最整齊的 今天的天氣雖然有些寒冷 但是法輪功遊行隊伍漂亮的採旗和橫幅 還是引來不少的民眾住宿為觀 新唐人記者李大宇 紐約採訪報導